大家好 大陆的朋友们 这个十一已经过去一半了 怎么样 时间过得很快 然后我们看到十一也是人潮汹涌 到处都是游客 大家休息的怎么样 有没有出去人挤人 还是在家里就是老实的陪家里人 英国今天的天气还不错 我就在户外给大家录视频 有点风 不是很冷啊 那我们今天呢来聊的北京的地块 我们转到西城区这边 西城区这边呢 一个非常关注度 非常交易量的一个地块 就是广安门 广安门呢 最北边是连世路这块 然后最西边呢 就是到西三环 那东边到京九铁路线啦 它的南边呢 就是到红山路这边啊 那么广安门现在我们看到市场上 我们看到了公开数据 它的挂牌数量 二手的挂牌数量呢 超过了一千套 也可以说是在北京 我们的量化数据模型里 非常突出的一个地区 说到广安门 我们就不得不说它最棒的一个小区 哪里半我们一口说 就是荣丰2008 大家都知道荣丰2008呢 是一个秘筑特别大 超级社区 尤其是在四九城里头 它就非常的显赫 它呢是有三个第一 我自己给它总结的 它是地块成交第一 就是广安门地块成交第一 那么也是西城区成交第一 而且呢 大家知道吧 它也是北京市成交量第一的社区 它经修静这个小区有多神啊 我们会单开一个小节目 会具体的来介绍一下 我们这边就大概说一下 那么荣丰也是 2000年之后的房子 你听它2008你就知道 它的房子都在08年左右 全完全建成的 它分一期二期三期 那么一期的密 二期的密度比较大 是靠近陆北这边 那它的靠南这边的三期呢 算是密度小一些 居住上面会稍微舒服一些 租金呢 各方面也比较高 那有一些 我知道有些网友呢 是持有过荣丰2008的房子的 可以跟我们说说 当时你买的时候 是什么样的气候啊 那么后来有没有卖掉 然后觉得学区房在这里边赚了一笔 是不是也挺可气可贺的一个事 是的 它是北京的一个挺著名的学区房 因为在西城 大家知道房子比较贵啊 学区房就更贵 那么在北京的房产 光景好的时候呢 基本上十六七万一平 十七八万一平 甚至上二十万一平 在西城去买学区房也是 很普遍 那么老百姓上车呢 比较难 那么荣丰呢 它是学区的概念还可以 尤其是小学的学区还可以 但是中学呢 我觉得就 就那么回事 所以有一些 业主会在孩子 马上上中学的时候 你会把这个房子 就是卖掉 然后换成到海淀区的房子 所以说 因为我自己就亲自经历了 这样一个业主 那么当时我海淀的一个学区房 要卖 就是一个这样的业主 那他的房子就是 文峰的房子 他卖掉 然后呢 他孩子呢 其实他当时买的时候 孩子还没有上小学 后来他可能觉得 这个学区不是特别给力 所以他又换到了海淀区 是一个杭州的一个朋友 他是在北京解决的户口 那么有两个孩子 所以说他最后呢 还是选择了海淀的学区上车 这边学区都有什么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吧 就是北京小学的一些分校区 然后中学呢 也是一些分校区 什么八中的木系地 其实八中的木系地很一般了 十一的西面门 于安坛中学 什么广外 八中 还有北京四中的一个什么小区 红山小区还是什么 这边呢 大概是将近六千户吧 龙峰是这样 我们的成交价呢 大概现在就是 普遍成交是在九万八左右 那么当然还有低价 那么低价呢 我们会在单独龙峰 2008年期节目里 会给大家迅速谈一下 看看近三个月 它的成交量下滑 它的成交的价格下滑 也是非常显著的 那么 接着我们再来看一看 广外稍微偏 偏北 这边就是靠近 手帕口 桥往北那边的一个小区 就是朗秦园 朗秦园 朗是这个朗朗乾坤 琴是琴色和谐的琴 朗秦园 这个小区当时我记得2000年 2000年初还是2010年 左右吧建成的那个时候 那个房子买的时候 上车价应该是 也是2万左右吧 不是很贵 因为我当时当年有一个同事 他呢 现在已经退休了 他当时在那买的房子 是商品房买的 那个时期在15岁年前 朗秦园在西城区这边 还算一个居住环境 很好的一个 因为他新嘛 房子新嘛 我们也可以暂成 称他是一个当地地块的 一个小豪宅 也不能算多好 就是他房子呢 比较新 然后就是住起来 可能比较舒服 当时那种社区的建设 刚刚流行起来 所以大家比较新鲜 朗秦园现在目前我们看到 有一个38平米的房子 那么这个房子呢 他是360万的挂架 单价呢 是9万4 说白了 这个业主呢 挂架是非常实在的 因为我们现在能看到 公开的数据能看到 那么朗秦园 他的挂架 基本上还是在 11万 12万 13万 14万都有 业主的挂架 并不是那么的 接地气 这个房子 38平米 挂架360万 单价9万4 这房子 最终是多少钱成交的呢 只有292万成交的 所以他的单价 只有7万7 朗秦园 其实现在就是这样 你跟业主 好好谈一谈 那么8万左右 8万出头 成交的房子 一大把 因为他的成交量 还是在这个地块里 来说 还算比较显著的 数一 数二 数三的 这个38平米的房子 租金 大概 我这个租金没写 抱歉 这个38平米 大概能租 我真没写 对不起 6000多是没问题吧 6000多是没问题 那么再来看一个 58平米的房子 当时的挂架是 556万 9万6的挂架 这些9万多挂架的业主 都是很良心的了 还是时成卖的 最终成交价是465万 只有8万块钱 一平米成交的 那么这个58平米的房子 在市场上的租金 能租到1万 装修好了 能上1万块钱 是没问题的 没办法 它是在 这个 二环里头吧 而且再往北走一走 就到长安街 木西地这边了 就是位置还是不错的 主要是房子也比较新 再来看 丽水莲花 这个小区你一听 这个名字就知道 它是在莲花桥 莲花池 还有在丽水桥 这边的这样一个小区 丽水莲花 97平米的房子 挂价呢 挂了12万 挂了1180万 那么最终 这个房子成交价呢 只有8万一平米 是七百 不到780万成交的 不包括交易成本 这个房子在面试 在市面上的这个租金价格 能达到1200左右 是没问题的 大概看一下装修 卫生间和厨房的情况 广安门这边 大家知道小学呢 就是 北京小学 它有好多的 好多的这个校区 现在现在我对西城这边 和海淀这边的校区 现在感觉 他们分的特别多 那西城这边就是 不远的地方 就分一个校区 那么北京小学校区 还是挺多的 那么熟悉 北京小学学区的这个 朋友们可以给我们 再指点一下 再给我们留下 留下评论 留下评给我们说一说这边 到底北京小学是一个什么情况 因为我有一个同学 现在也是家庭主妇 是从意大利 那么当年留学回去 在北京找了一个同人医院的大夫 那么他的孩子 现在已经是快上初中了 就是上的北京小学 但是 他是住的这个父母的老房子 就是在牛街这个附近 所以我对这个北京小学 不是特别了解 他这个这么多的学区 这是个什么意思 好了那就是网友 可以给我们再指点一下 再给我们补充一下 吐槽都没问题 那么最后我们再介绍一个 广门这边的一个 相对环境比较幽静的一个小区 就是红山世家 红山路啊 就是红色山鸾叠杖 山世家啊 就是世界家庭 红山世家 那么82平米的一个房子 这个房子小学说他没有成交啊 因为他的挂价非常的高 一个挂了14万 14万单价的一个房子 据业主的自己的这个反馈啊 说这个价格觉得还挂低呢 可能业主当时对这个价格 现在对市场上的这个成交情况 可能也不是那么敏感啊 他的总价的是1160万的一个房子 那么我们目测啊 就以这个红山世家这样一个 较为高端啊 一个在广安门社区的一个房子 交易量非常低的一个房子来说 他两年内阶段性的低价要往 7万左右走啊 可能很可能能进到7万里头是没有问题的 他也有一些小学区概念 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北京小学的一些校区 那么我们再来看吧 走走看吧 我们有网友要要求说我们来说一说啊 广安门外这边的一个情况 其实我们之前说过牛街这边 然后之后我们想再看看马连道这边 给大家再补充一下 那今天呢 介绍广安门的地块呢 就是这样啦 大家对 这边可能有一些老邻居啊 有一些以前的老业主 现在在海外的一些华人朋友 我知道应该挺多的 桃尔廷 牛街 广安门 马连道这边都挺多 大家在美国的 在加拿大的这些 北京西城的这些老业主 可以给我们说一下 现在这边的情况 还有当初您的房子 入手的时候的价格啊 如果愿意分享的话 也可以给我们分享一些 那今天呢 介绍就到这里了 请您呢 关注我们 给我们点赞 也可以给我们多多的留言 我们也是知无不愿 言无不尽的会 跟大家做沟通信息的分享 那么今天感谢您的时间 于下来 在大陆的朋友们呢 好好地再休息几天吧 因为马上就要上班了 那就谢谢大家时间 谢谢